王子邱盛逸和邓丽欣拍拖经已两年半 受疫情影响两人自去年2月起经已无见面 只能通过视讯联系 近来Staffy社交平台都只是见他寄情做运动 以及和爱犬年糕的亲密照 对上一次提到男友已经要数到去年10月 当时说想看王子打篮球 满载伤思之情 这日王子和金马影帝李康生 以及女星李千娜出席新戏选角发布会时 小不免会被问到 怎样去为这段Long D戀情保温 我觉得可以多看一些电影 然后一起讨论剧情吧 我的模式是这样 就看很多黑道的电影 然后比如说 纵鞋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那个 有一个影集 就是夏腾虹演的返校也可以支持一下 那即将过年 王子因为没有8分钟就聚在一起 所以 应该就是准备电影的前置吧 就每天都看剧本 因为导演差不多三小时就会更新一个版本 所以我们就要随时去练剧本 然后练台词 这次新片是部黑帮电影 剧情涉及夜总会的题材 饰演女公关的李千娜 和社团头目的邱胜逸开拍前 都一起去过夜总会体验和学习 邱胜逸强调自己是第一次下 club 找女伴的时候 要靠李千娜出手相助 导演有让我们去学习 然后那时候很特别的是我跟千娜一起去的 对 对 然后就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生态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去 真的讲实在真的是我第一次去 然后也去了解一下 对 去主要是学说比如说我在酒店里面怎么学倒酒 然后跟客人玩游戏 比如说他们很有名的应该就是吹牛 然后我们就自己在现场玩起来 重点是好像在剧本里面也有写说 写说要选那个小姐这个部分 然后所以我们在现场也有试试看 这是什么感觉 所以就有选了一下小姐 选自己喜欢的这样 然后坐在自己旁边 然后我帮了王子选了一个非常美丽的 因为王子有选着状态 好像都还不错这样 电影将会在三月底开始拍摄 李千娜透露自己会有裸露演出 和李康生有大胆气氛 绝对是演艺上一大挑战 我觉得关于尺度这件事情 第一个首先我自己开始要好好训练我自己的身材 因为可能会有裸露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就是看 不是不是破梗 我还没有破梗 破梗是如果康正哥要求多我就脱 不是吗 如果要求少可能就是以康生哥为主 其实我说实在的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然后我自己的障碍其实也还没有过 就要看现场 就是那个安全感可能要找一下 郭雪芙今次饰演一个酒吧老板娘 和王子是一拼 两人相识虽然经已十一年 但是今次都是首次合作 观众都很期待他们可以拆出火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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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